男子表示妻子常威胁凡事我说了算 否则离婚 法官省着两人婚姻已生破绽而无回复 希望判两人离婚 照片为情境图 图injimage分享 陈女与苏南结婚三十年 育有一儿一女 近年感情不目互告 妻子指出与先生两人长期不同床 不交谈 对方脾气 殷勤不定 动辄爆粗口 甚至砸东西 让她精神压力 大幅用抗焦虑药物 肃请离婚 丈夫反控妻以事外遇想离婚 而诬陷她 妻子与她分居 一年离家至今未归 依审法官省着两人婚姻客观上 以男妻修复 形同陌路判离婚 陈女说老公有暴力行为才分居 去年底她应急证送医急诊 对方也不闻不问 种种原因让她想离婚 苏南反驳指出 不同床是因老婆不允许开冷气 房内太热无法热眠 且经常拒绝与她发生性行为 甚至找女儿同睡 而要她睡沙发 还常威胁 凡事我说了算 否则离婚 遇到不顺心 一便离家出走 陈吉正送医急诊 当天她并不知情 反而后来得知送她到医院的是另一名男子 亦有夫之妇为何与其他男人独处 发生事情才制造罪则推诿 判决书指出去年3月8日 陈以苏经济穷困 她要去寻找第二春为邀签好离婚协议书 要求她签字离婚 通年4月23日 陈抛家旗此至今 苏南怀疑老婆外遇 发现妻子 长根已固定对象通讯 至凌晨2、3点 且时常相约出游 去年2月还到大湖采草莓 直到七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她才恍然大悟 法官省着两人婚姻已生破绽 而无回复希望 判两人离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